Yo! What's up?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系列叫做魔改棋系列 这次要魔改的棋呢,就是蛇棋啦 目前要修改的部分呢,会重点放在梯子和蛇的部分 以往的蛇棋,梯子和蛇都是固定在棋盘上 导致玩家玩个一两局可能就蜜了 所以这次修改的第一点,就是把所有的梯子和蛇拔掉 替换成特定区域,只要进入这特定区域 就随机的生成不同长度的梯子和蛇 来增加整款游戏的随机性 接着第二点,添加一个特别区域 进入这个特别区域,可以选择拆除梯子和蛇 来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最后在进入制作游戏之前 还需要为这个游戏取个名字 名字就叫客制化蛇棋 英文就叫Custom Snack 制作游戏的第一步 首先要先确定棋盘的大小 我决定把棋盘设计成一格格四方形的盒子 方便后续做设计 接着排列成10x10大小的棋盘 完成这些后就能进入Unity了 接下来就是设置场景与镜头 镜头要修改成Authorography模式 然后创建一个Bayer Manager 在每一个格子设置一个MT object 用来储存每个格子的位置数据 方便后续制作角色移动 完成这些设置后就能开始编写代码了 第一个写的功能就是角色移动 创建一个Script 套用在Bayer Manager 然后设置Valable 第一个是用来连接玩家的棋子 第二个是用来连接位置数据 第三个是用来记录棋子的当前位置 接着快速写一个基本的移动方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完后开始测试功能 角色可以移动了 但是目前的移动方式是传送的模式 不符合棋子的移动方式 棋子的移动方式应该是一步一步的移动 所以需要再做一点修改 目前的修改方向就是 把移动的步数改成一次移动议可 然后再添加Colding来控制移动的次数 应该就能做到类似的效果了 然后还需要添加一个不定 来侦测棋子是否移动中 这样就能确保棋子在移动的过程中 玩家没办法给出新的资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